今天学车是第四天 然后是个 哎呀说起来好搞笑 因为我是预约12点了 但是有一个人 他可能没排好 结果他预约在我前面 那我跟他说 那我都来了 你怎么不能让我做的 他让我去 教练跟我说 那你做到 咖啡 去喝咖啡 两个小时后再上课 我操三哥做事情也真的是 然后 我说那我就跟你们车一起去吧 然后把那个小板凳 我就做到 我就 强行加到他们这个车上 然后现在在这边练车 哇一路惊心顿破 我操三哥快挂 然后他是个 包着头巾的那个三哥 应该是新客族 对是新客族 然后我教练 我教练那么特搞笑 我操的吧 一路都骂他 骂得不停 我操我以为他是教练 你知道吗 没想到也是跟我一样来学的 但是这家伙操 这家伙技术真的不行 然后一直被骂 一路上被骂 嗯啊 他 他有点听不太懂 英文好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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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教练 也是三哥 开挂 三哥开挂 哇 啊 他现在倒车了 嗯 然后九十度 九十度直线倒车 三哥喝了什么咖喱还是什么鬼的直接往窗户外面倒哇操哎呀算了算了能学点东西还是好的还是我自学能力比较强所以说无所谓啊他现在要修正一下 轮子然后能直线倒进去 我以为他是老司机没想到不是 看样子应该有四五十岁的人 一脸霸气结果没想到开的这么烂 他刚才还撞到那个树 树上了 呵呵 教练给气的 哎呦 笑死我了 他妈太欢乐 那我这样子如果他今天不算我钱的话我就等你多散了啊要压上压上去了 那那那那那那哦 啊 教练给气的哇这个轮胎的妈的搞几下就鼓包了我操 我昨天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所以说确实倒不好造因为他这个是斜坡 他这个是大斜坡 然后有点还不是直的有点歪 那是个大斜坡 所以他怎么到都都会歪所以说还是有点考验技术的 那看得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但是小车真的好到但是这个大车就是后面那个货柜 那个货柜你往后面倒 他不一定往直线走所以说你就很郁闷 而且你看那个后视镜实在太远了你有时候看不到 现在学车点应该是在 靠近长岛跟皇后区的交界处 这应该是在长岛 他没有及时回正要及时回正对对对对对对再回一点点 下来看就看得更更清楚了 他坐在上面看他其实看不见你知道吗 然后这三哥这三哥我一直以为他技术很好我一直以为他是教练你知道吗那一脸霸气的样子 哇操 没想到不是他像 像这个直线道教练是说 不能踩刹车你就慢慢慢慢倒进去 你可以修正 但是你不能 停太多次这样子很容易就是 造成 你考试被扣分 然后 你看他现在倒进去了就是变成蛇行倒车就没办法直线倒 确实确实有点难度 确实有点难度 那像不像印度啊同学们 像不像在印度你看 好有心要操美国数美国人民数字高 好有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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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包头巾 他们可是五四哦 我操就怕包刀出来把他给砍了 我操 好有心要 哎不过这家伙很虔诚啊 开车自己还祷告一下 慚愧啊 你看看人家 把他倒到那个床子里面去 这车是2014年的 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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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Frey Liner 是 Frey Liner 还是 Frey Liner 应该是Liner Frey Liner 然后 这个车吧 真恶心 这个车怎么讲呢 那销量是算比较好 但是这个是旧车 2014年了 其实也不旧了 我那个 AQOR都比较还旧了 2011年都开得好好的 看开得多欢乐啊 不过不可否认哈 三哥在美国也是 就是尤其这些新客组 他们到包头巾的这些 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就是开卡车的 所以来到这边之后 他也是选择开卡车 所以他们的势力还是很大了 你看三哥都开自动单了 所以说 没必要去 去纠结你要学手牌还是学自动 当然了你多学 这个是随意的 他这台也是自动的 我这两天都在学这台车 我那边的 我 ORJ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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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